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6月20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火车站铁路高架化后 虽然带动周边发展 但是轨道沿线也不断有住户反映噪音问题 其中在复兴路四段61项的住户们表示 一般噪音监测在30公尺内进行 他们却拉到48公尺 造成失测结果未超标而不纳入改善工程范围 地方民众希望台铁能够以视同仁尽速改善 台中铁路高架化风光通车 但伴随而来的噪音却成为沿线住户的噩梦 由于沿线路段的噪音实测距离 大多都在30公尺以内 只要在30公尺内超过80分贝就应进行改善 但复兴路四段61项的噪音监测 却有48公尺之远 造成监测结果没有超标 引发地方不满 我们已经跟他撑琴了八个月到现在 也坚持说隔音桥还是不做 我希望说市政府要有所作为 为后车站的老百姓争取他们的睡眠的权利 不要让噪音来影响整个沪心路的居民 民众反映希望减少噪音问题 对此铁工局回应 除了已经改善桥梁震动结构 也会和环保局在实地测量 一旦超过噪音标准80分贝 就会进行改善措施 像是加高隔音墙来降低音量 他们对于测量的数据 有质疑的话 我们已经在会议上请环保局跟我们共同 再去做一个选点 然后再做一次监测 由环保局来出面 等于是当作公证单位 这样子来监督跟协处这件事情 我想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 我想民众至少是可以安心的 铁工局表示 目前已经先试做太原路段和大清段 两个路段的改善工程 改善后的监测音量都小于80分贝 符合管制标准 将竞速依照同样工法 在各个超标路段进行全面性的改善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